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然你绕不开这样一个命题 在七门断甲之中 利用七门断甲的试盘 如何去推延人事祸福 推延人的命运更迭 我想这是任何一个学习奇门的这样一个学生 非常非常想得到的一门记忆 好 那么在这节课之中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解开 用七门推命的这样一个谜团 我们这样一个七门推命 打算用两节课来讲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课 我准备教大家的东西 首先大家要清楚 七门断甲为什么可以推命 为什么可以推命 从历史原理上 大家要清楚 为什么可以推命 从最根本上 我们认为 当人一生下来 在他生下来的那样一个时刻 在他呱呱坠地的那么一瞬间 在呱呱所坠之地 那么这所有的一切 干嘛呢 就决定了 也就是说 有当时他出生的时空 决定了他一生的刑藏 祸福和富贵 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认为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知道 任何祸福也罢 吉凶也罢 他有很多种变化 但是规感结底 是由什么呢 是由太极点所演化的 譬如我们讲 那么一个东西 自然界 非常非常的繁盛 各种各样的现象 那么现象呢 也是什么呢 零零种种 但是 我们讲 运用归纳的方法 可以干嘛呢 可以把自然界的 万事万物 归结为多少呢 归结为 384角 然后再归结呢 再归纳呢 归纳为64卦 再往前归呢 我们讲 归结到8卦 再往前 就是四项 四项归完之后 是什么呢 是三财 三财归完是多少呢 是两仪 两仪归完是太极 也就是说 无论这个世界 有多少物种的具体的表现 有多少现象的 林林总总的这样一个繁杂 归根结底 都是有一个太极点 所决定的 有一个太极点 所决定的 而这样一个太极点 在我们的推命之中 在哪 就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 我们 刮刮刮最低的那一刻 中间定了 那么这个太极点 他就定位了 好 你以后 所有的 这一生的 大的事情 譬如 结婚 买房子 是不是 父母的身体健康 你的学业状况 你的 而这个 子女的状况 是不是 你的工作的状况 是不是 然后你 一生究竟能够赚取多少财富 一生之中 有多少的灾 多少的难 有多少的福 有多少的祸 干嘛呢 就在 我们刚才讲 你降生的 那一 点 那个太极点 就全部定了 后边 我们讲到的 这所有的 这一切 都是干嘛呢 仅仅是那个 太极点的一个 具体化 一个细化 一个细化 明白吧 这就是我们讲 为什么 命可推 运可知 奇门 可推命 可算运 我们讲 奇门 说到极 在讲什么呢 哎 他就是讲一个太极 你只要给我一个太极点 我就能够衍生出 这个世界上 万事万物的 是不是 千百万种 变化 这就是奇门的 什么呢 我们讲到的 奇门的 这样一个什么呢 能够 融括 这个世界 万事万物 于一个 世盘之中 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那么在 刚才我们讲什么呢 讲 奇门 推命的什么呢 推命的一个 最根本的地方 那么刚才我们讲 命可推 运可推的一个 一个什么呢 利势点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讲 为什么奇门 可以用来推命呢 我们讲奇门 一直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太极 那么奇门的太极点 在哪里呢 各位 有没有想过 中宫 这是一个太极 那么另外一个太极 在哪里呢 我们讲 当一个局 一 一旦 就是一个局 刚换的时候 我们讲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它的 时间的太极点 譬如我们讲 明天 19点 03分 春分 是不是 那么 在明天的19点 明天的19点 这个这个 03分 干嘛呢 这就是一个 太极点 那么 这个太极点上 你通过 清白断甲 去进行什么的 去进行 六四甲子的 飞步 那么你能够 得出什么呢 得出 在 以明天春分点 为太极点的 各类事物 它的一个 望向修求 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那么能够得出 金融市场 它的涨涨跌跌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表现 从而言之 你可以用这个太极点 延 去演算 什么呢 去推演 任何事物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具体的 一个表现状态 这 就是太极点的应用 我们讲 这是什么呢 时间太极点的应用 那么空间太极点 我们讲 你把任何一个事物 放到西门 九宫阁之中的中宫去 然后由这个中宫 干嘛呢 放外一延伸 首先延伸成什么呢 我们讲 延伸成 冬至 夏至 我们讲 这是什么呢 两仪 首先 一个阴阳 接着 研化什么呢 研化成四项 我们讲 什么呢 一六水 二七火 三八木 四九金 是不是 我们讲 这是四项 接着 就研化成什么呢 八卦 那么也就是说 以中宫为太极点 以周围的八个宫 为什么呢 为这个事物的 八个表现形式 或者说 八个属性的 具体的体现 我们讲 猫有九条命 是不是只有猫有九条命 不是 任何事物都有九条命 明白吗 一条是他的摆命 中宫的命 那么另外的是 干嘛呢 另外的八个宫 代表什么呢 代表 他们的八种 具体的表现形式 那么我想 我这么一讲 可能有些深奥 但是 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明白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什么 那么 对于像这样的 关于太极点 这样的东西 对于太极点 这样的表述 确实 非常难讲 也非常难懂 但是我们要讲 我们要懂 好了 那么 关于太极 关于历史的原理 我们讲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进入了什么呢 进入到七门推命的 基础部分 那么你首先 要去推命 你要理解 要知道 在命理之中 他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首先我们讲 有什么呢 要注意 有什么呢 六七形成了 什么呢 以一个太极点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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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体系 我们来看 首先 那么在七门之中 我们 父母功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而父母功就是正印功 什么叫正印功呢 我们知道 那么在七门断甲之中 一个 具体的时间 那么这个 天盘实干 会 固定于 某个宫中 那么 以 固定的 这样一个天盘实干 为太极点 去跟周围的宫位 发生 深刻 自画的关系 那么就会形成什么呢 形成 十种关系 那么第一种关系 是干嘛的呢 摆身自己 那么第二种关系 是什么呢 哎 我们讲 生实干者 并且 与实干 阴阳相反 我们 把这个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正印 称之为正印 那么 八字的术语 我们称之为是正印 那么我们也称之为什么呢 父母功 那么 这个能不能理解 假设 举一个例子 那么现在 现在是什么呢 假设我们是 这个 呃 物身实 那么 实干是什么呢 实干是物 那么 哪一个天干 所在的功是 父母功 印功呢 啊 我们首先看 谁生物 谁生物呢 必然是丙丁生物 那么 丙和丁 那么 必然是印 那么谁是正印呢 啊 要相反 正印是什么呢 就是丁 那么也就是说 丁 天干丁所在的功味 我们称之为是什么呢 正印功 也就是父母功 我们再来看 那么 天宅功 必然就是我们讲的 偏印功 偏印功 那么 生实干 并且与实干 一样相同 与刚才我们讲的例子 物身实 那么 谁是偏印呢 丙就是偏印 那么丙所在的功味 就是什么呢 天宅功 主什么呢 主天宅类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 兄弟功 我们又称之为什么呢 笔节功 与实干 同五行的 我们称之为是什么呢 称之为是兄弟功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七切功 什么是七切功呢 哎 也就是我们八字之中 讲到的什么呢 正才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实干 克 者 并且与实干 阴阳相反的 还是举刚才的 例子 如果是物身实的话 那么 物身实的正才 是什么呢 必然是什么呢 人鬼水 那么正才 又是什么呢 相反 是什么呢 就是鬼水 明白吗 这就是什么呢 七切功 再来看 财博功 什么是财博功呢 就是偏财功 还是物身实 作为例子 那么 什么是偏财呢 什么是财博呢 就是人 天干人所在的功味 我们称之为财博功 我们再来看 商官功 指的是什么呢 实干生 并且与实干阴阳 相反的 我们称之为是 儿子功 儿子功 物 那么 谁 他生什么呢 生 金 是不是 而且与他的相反 那么就是心金 是吧 那么天 天盘 心金所在的功味 我们称之为是 儿子功 那么实神 那么就是什么呢 实干 生者 并且与实干五行相同 那么就什么呢 庚金 物身实 就是庚金 是他的天盘庚 就是他的 什么呢 孙子功 我们再来看 什么叫官路功 也就是我们 八字之中的正官 克实干 并且与实干五行相反 好 我们还是以物 作为物身 这个实干 作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例子 那么谁克 这个物呢 那么就是什么 甲乙目 甲乙目 那么 谁是官路呢 就是乙目 乙目 是什么呢 是 物身的 正官 也就是官路功 好 我们再来看 七杀功 也就是极恶功 克实干 并且与实干五行相同 那么就是什么呢 甲 甲是什么呢 物的实干 物的什么呢 七杀功 也就是极恶功 那么 好了 这样一个 简单的什么呢 一个简单的描述之后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了什么呢 如何 在七门断甲的 非盘局之中 去什么呢 去找什么呢 去找出 各自的 什么呢 六天公务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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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 简单的知识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 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 五行的知识 六行生克的 技术知识是什么呢 首先 六天相生的顺序 要知道 父母 生什么呢 生笔结 笔结 生什么呢 笔结生子孙 子孙生什么呢 子孙生七才 是不是 七才生什么呢 生官鬼 官鬼 再生父母 然后呢 再进行循环 这是一个相生的顺序 记住 非常重要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克的顺序 笔结 克七才 七才 克什么呢 克父母 父母克什么呢 父母克子孙 子孙克什么呢 克官鬼 官鬼克什么呢 官鬼克笔结 好了 那么 这样 接下去之后 会进行一个再次一个循环 我们讲 这就是什么呢 相生相克的六亲关系 六亲关系 那么这两个相生的顺序和相克的顺序 一定要搞清楚 后面我们在判断具体断事情的时候 是要用到的 是要用到的 好了 那么讲完这两个基础知识之后 我们开始干嘛呢 进入的奇门推命的第一个环节 你要想去推命 必先排命 怎么排 有口诀 干嘛呢 首先你要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人出生的具体时间 排出什么呢 排出当时的时期 然后呢 你要找出其中的命功 然后呢 身功 运功 和什么呢 和规矩功 接着 你要 同这样排的一个局之中 要干嘛呢 找出 大运 它运行的功位 序列图 要找出流年 飞步的 功位 数列 如此以来干嘛呢 就可以 根据 每个 功里边 它的具体的 新门神干的 这样一个 赌核 以及 公与公之间的 关系的深刻 来干嘛呢 来 去 判断 这个人的命好 命差 运好 运差 判断这个人 干嘛呢 品得好 品得差 判断这个人 干嘛呢 这个 究竟 这个 有没有好运气 究竟 在 哪部大运中 有好运气 究竟 在哪个流年之中 有好运气 那么究竟 应该在哪个大运中 要去注意 在哪个大运之中 要干嘛呢 要去 在哪个流年之中 要注意 哪方面的事情 那么这个人 究竟能活多大 是不是 那么这个人的父母 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他的父母 能活多大 是不是 他的妻财 他的妻子 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他的子孙 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哎 干嘛呢 一个期盼局 那么这个人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你都可以看得 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 我们 要想 干嘛呢 要想知道 刚才我们讲到的 那么 对一个人进行 全方位的透视 你必须首先干嘛呢 要把他的 生 实 这样一个期盼 局给排除了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有一个人 那么 孙老师 推过的一个命 七八年 杨丽啊 生于七八年 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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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个人的什么呢 这个人的一些 一些这个状况 首先 注意 那么这个人的命 是在立冬之前 是在立冬之前 那么 是什么呢 秋处路秋 寒双将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 他是 也就是说 是双将 是双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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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将局 好 我们来干嘛呢 来排 这个人的什么呢 来排这个人的 这个 时局 好 跟大家一起来排 七八年的 十一月三日 早上起来八点 早上起来 哎 但是 十点 错了 不是八点 十点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人 是干嘛呢 我们刚才通过 X万年历 得出 五五年 人须月 几四日 几四时 好 我们来看 那么 我们刚才讲到 他应该用哪一局呢 哎 用一音八局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双将局 我们来看 双将 中原 双将中原 那么 就是应该用什么呢 用一音八局 我们来 排 先拍一下 物 集 庚 心 人 鬼 地 变 我们来看 几四时 属于什么呢 属于夹子群 那么 夹子物 在这里 知福 藤蛇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九地 九天 好 那来干嘛呢 把人盘给排出来 夹子 然后呢 夹子 笔筹 笔筹 丙银 丁卯 妇臣 祭祀 耕武 欣慰 人参 鬼友 好 我们来看 那么他的指服是什么呢 天人 指使呢 生文 我们来看 把门给排上 几次 几次是 生门 生 井 修 死 伤 渡 中 开 金 好 再来 干嘛呢 把天盘上的 三七六一 神 给排上 我们知道 那么物加什么呢 物加己 知福是物 好 知福 亨蛇 太阴 六合 白虎 太长 玄武 玄武 九地 天 好 物 己 庚 心 人 鬼 笔 丙 丁 好 好 我们再来看 日 云 鸣 鸿 锐 书 土 琴 心 住 好了 我们干嘛呢 基本的拍拍了 再把空给排出来 那么 几四十 呃 几四十 甲子物 空什么呢 空虚害 一空是什么呢 几 好了 我们再把 马性给排出来 那么 几四十 自由 愁 马性 带什么呢 带 嗨 好 嗯 再来看 排什么呢 排 公味的望向状态 公味的望向状态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公 因为我们知道 双架是在哪个公呢 在这个公 那么所以这个公是望的 望向 拍 美 死 求 对 休 那么 松公 跟什么呢 因段 跟随宽二公 休的状态 好了 我们 一个完整的 期门局 去排完了 那么剩下的 我们要干嘛呢 要把 身公 命公 还有呢 运公 和什么呢 规矩公 给安进去 好 我们来看 首先 找什么呢 悟年 悟年 那么找悟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 身公 身公 不对 是命公 然后呢 再来看 那么 几次 那么 人需 月 找人 那么在这里 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 这是什么呢 运公 我刚才知道 那么 年干 天盘年干 为命公 月 那么天盘的月干 为什么呢 为运公 天盘的日干 为什么呢 为身公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是什么呢 这个 天盘的实干 为什么呢 为 归继公 那么我们看 这个 身公 和什么呢 和归继公 处于一个公味 那么也就是说呢 那么这个人的年名 我们可以 有一点非常清楚 听出什么呢 他是一个什么呢 身公和归继公 属于同一个公 为什么 因为他的 日食是相同的 日食是相同的 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这就干嘛呢 把什么呢 把 这个人的 整个的 身公 命公 还有呢 还有这个运公 归继公 给找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干嘛呢 要把 六亲 给安进去 要把六亲 给安进去 怎么按六亲呢 以什么呢 以实干 天盘实干 为什么呢 为太极点 以这个 确定什么呢 每个公的天 每个公的天干 跟他的生克关系 确定六亲关系 好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 集 都一个太极点的话 好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公是什么呢 兄弟公 然后我们再来看 那么这个鬼 跟他是什么关系呢 鬼跟集 我克责为财 是不是啊 我克责为财 那么这是什么呢 正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 这是这个 异性的 相克 我们再来看 那么饼 饼干 集是什么关系呢 是生的关系 而且 我们讲 这是什么呢 异性 相生 我们这称之为什么呢 父母公 再来看 那么 更 跟己的关系 是什么呢 我生者 为子孙 我生者 为子孙 而且 这是异性的 所以呢 我们称之为 这是什么呢 这是 儿子公 再来看 那么 乙 跟己的关系 首先这是一个 同性的 而且是相克的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比如什么呢 己恶公 好 再来看 那么丁 跟己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 是也是 这是一个 相生的关系 那么 这个是什么呢 同性的 那么就是什么呢 天 天 天才 天才 好 再来看 人 跟己的关系 是什么呢 相克 是克 而且呢 是一个 异性的关系 那么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 这是正才 那么这个 我们错了 因为这个是偏财 偏财的话 就是财博 再来看 心 同性 然后呢 相生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孙 孙 孙公 孙 孙子 孙子公 好了 我们把什么呢 把这样一个六亲 把这样一个六亲 给干嘛呢 给排列完毕 给排列完毕了 还有一个 我们需要干嘛呢 要找旺洞 把旺洞给找出来 我们找一找 这里边有哪些是旺洞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干 丙家丁 晋儒 而且离九宫 这是干嘛呢 这是一个旺洞 我们再来看 那么庚家心 古宫 这也是一个旺洞 天干旺洞 物家己 物家己 不是旺洞 因为所处的宫儿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人家鬼 也不是 好了 那么天干有两个位置旺洞 那么接下来我们找什么呢 找 心旺洞 心旺洞 天心 到五宫 是旺洞 再来看 马 心 好 天柱 到六宫 是旺洞 天府 到三宫 是旺洞 好了 这是心的旺洞 再来看 门 有没有旺洞的 那么 井门 到四宫 是旺洞 修门 不是 开门 不是 经门 旺洞 伤门 不是 死门 不是 好 这是门 再来看 神 那么六合 在四宫 是旺洞 白虎 不是 九天 不是 九地 不是 我们再来看 太阴 太阴 妄 动 太阴 不是 那么旋 武 旋 武 妄 妄 动 再来看 太长 不是 直伏 不是 藤 蛇 不是 好了 我们干嘛呢 我们把 妄 动 全部找出来了 那么这些妄动的功 我们要注意 他干嘛呢 因为这些妄动的功 会对什么呢 对我们 在 判断之中 会起一个什么呢 会起一个干扰作用 会起一个干扰作用 那么当然 我们讲 那么这些妄动 是不是每一个都要看的 不是 你要翻什么样的状况 你譬如讲 你现在断什么呢 断他的这个形象的时候 八门形象 九星类 是不是 那你重点看八门 那么断人事 重点看八门 然后呢 断天使 重点看什么呢 我们讲 重点是看这个星 那么断什么呢 断性情 看什么呢 看神 看断什么呢 断类别 类属 看什么呢 看干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规律 这是一个规律 好 我们接下来 那么排完这个之后 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 我们干嘛呢 要引入什么呢 要引入到判断之中了 如何进行判断 简单的进行判断 好 那么在判断之前啊 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要看他的大运如何排 怎么讲 在这里面讲到大运 那么他的排法是什么呢 随断部去 扬损阴力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是一个什么呢 阴断局 那么阴断局 那么如何 如何去 去飞部他的 飞断他的大运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什么呢 哎 人须月啊嘛 哎 这是我们的运工 是不是啊 那么运工须院工里边 也就是从三宫开始 从三宫开始 三宫开始 然后呢 那么 也就是说 他的第一步运 是在哪里呢 是在正三宫 那么也就是说 在第一步运里边 以什么 为什么呢 为主导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 那么他的第一步运 好不好 首先 看一个工味 如何去判断 他的好坏 首先 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 究竟是旺啊 像呢 还是修呢 还是胎呢 那么这四个工味 是干嘛的呢 是好的工味 那么相反 墨 死 求 废 这是四个岔子工味 明白吗 好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那么 那么在 这个 废 求 死 墨 里边 谁 最差 死是最差的 明白吗 死是最差的 所以说 那么这个人 我们知道 他的第一步运 也就是说 他小时候 干嘛呢 这步运 非常非常的差 非常非常的差 为什么呢 因为处于一个 死的位置 这个工味是死的位置 而且我们来看 那么 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什么呢 一个一个格局是什么呢 人家规是什么 进足格 那么也就是说 在他的第一步运之中 这是干嘛的呢 哎 干嘛 坏的状况不断的恶化 而且我们来看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财工 那么大家想一下 那么小孩 那么落入财工 有没有用呢 一点用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 当 还是孩子 十岁之前的时候 那么 一般一旦出现财 我们以什么论呢 以父亲论 以父亲论 明白吗 哎 我们讲 可能这一步运里边 与什么有关呢 与父亲有关 与父亲有关 我们来看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我们讲 非常非常差 但差到什么程度呢 有多差呢 我们来看 哎 我们讲 生门这是什么呢 这是直死门 这个能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谁在 这个 谁在 这个什么呢 直 这个我们讲 谁在守门呢 腾蛇守门 腾蛇守门好不好呢 非常不好 我们讲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 哎 主什么呢 一张网 干嘛呢 一张网 罩着这个门 那么 也就是说 这个门不好 那么也就是 同时验证了 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个什么呢 哎 这么一个判断 这么一个判断 那么但是 我们要注意 那么在这个宫里边 什么呢 天府和生门 这是什么呢 两颗吉利的心和门 那么也就是说 他没有 刹到干嘛呢 他起码干嘛呢 得天使 还干嘛呢 哎 得星 得星 那么这个星 我们再来看 那么得的这个星 我们讲 这是什么呢 木工 然后呢 木星 这个星 还是干嘛呢 还是有力量的 虽然从实节上 他没有力量 但是他的落宫 还是有力量的 我们再来看 这个门 生门 那么也是一个 疾门 那么也就是说 得天使 得人和 我们再来看 神助 得不得神助 不得神助 为什么呢 白虎 白虎 干嘛呢 那么证明这个小孩子 这个人 他小的时候 必然 受过什么呢 受过身体的伤害 一定有身体的伤害 那么白虎 在这里放着 他干嘛呢 哎 受过伤害 受过伤害 那么 什么位置受的伤害呢 我们来看 这是哪个工呢 正三工 正三工 主什么呢 身体的部位里边的话 我们讲 毛 这是毛所在的位置 主什么呢 手指 明白吗 那么 在手这个位置 或者是 胸这个位置 是受过伤的 小时候 但是 这个 这个受的伤 重不重呢 不重 为什么呢 因为白虎 在什么呢 在这样一个 秋冬令之中 在秋冬令之中 那么虽然 干嘛呢 虽然是比较 旺 从实令上讲 是旺 但是呢 也接近旺气的 伪气 而且他的落弓 干嘛呢 落到了三工 那么这个位置呢 没有妄动 所以我们讲干嘛呢 受的伤呢 不是很严重 但是呢 也不轻 明白吗 我们这是干嘛呢 通过这一个工 对于什么呢 对于这个小 对于这个人 他干嘛呢 他小时候 他的 那么 这部运里边的 一些大的事情 那么 做出了一个判断 那么这一部运 管多长时间呢 你要干嘛呢 把人和鬼的数字 加起来 我们来看 人是什么呢 一六水 那么 怎么看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一 鬼呢 六 什么呢 人鬼 一六水 那么这什么呢 管多少呢 管七年 那么也就是在七水之前 是这么一个状况 哎 那么大家记住 记住什么呢 我们讲 因为你通过一个公文 你要看他管多少年 那么你就必须记住 这些数字 我们讲 甲乙 那么三八是木 三八和木 那么甲就是三 为什么呢 因为甲是基数 三是基数 所以甲是三 乙呢 是因数 八呢 是偶数也是因数 所以呢 乙是八 甲三 乙八 三八和木 然后呢 丙七 丁二 因为 什么呢 因为二七和火 那么物鬼 物五 几十 什么物五 然后呢 几十 所以呢 因为什么呢 五十和土 再来看 四九合金 所以 钢 九 心 四 然后呢 人鬼 和什么呢 人鬼和六 人鬼是什么呢 一六 一六和水 啊 好 我们可以干嘛呢 可以把他的这几部大运 给他排出来 首先我们讲 什么呢 振三公 那么他这部运管什么呢 一岁到什么呢 一岁到七岁 好 这个年你可以给他加上去 可以给他加上去 那么也就是一岁 一九七八 然后到什么 加上了 这个七年 是一九八 五 我们再看 我们讲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 那么在 那么这一部运 要往哪里走呢 接下来哪一部 哪一个工 管下一部运呢 要注意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音断局 这是一个音断局 所以 很简单 那么下一部运 谁管呢 就是二公管 逆着公文数字走 看 那么就是什么呢 宽二公 宽二公 那么宽二公我们来看 那么他的第二部运 那么大家可以干嘛的呢 可以自己学着进行分析 可以自己学着进行分析 明白吗 可以自己学着进行分析 那么这里边 那么 可说可道之处呢 一般讲修门 是干嘛的呢 比较 什么的呢 哎 比较干嘛的 比较安稳的 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 那么 但是他这里边注意 金蛮妄动 那么金蛮主什么呢 而且是得地的 那么金蛮妄动 主什么呢 口舌 官非 还有一个什么呢 哎 伤害 那么 那么也就是说 在他这部运之中 干嘛呢 金蛮 那么可能是 一个唯一的一个 什么呢 比较亮点的地方 比较亮点的地方 好了 我们再 先把这个大运给他排出来 那么这部运我们来看 是什么呢 鬼加仪 那么鬼是什么呢 鬼是六 仪是什么呢 仪是八 那么六加八是多少呢 十四 是不是 好 那么从几岁开始呢 那么从几岁开始呢 从八岁开始 一直到什么呢 二十二岁 鬼 我想想 那么鬼 一六 鬼是六 然后呢 乙 三 八 对 八 六加八 十四 我们还是把这个 不写这个 那么这部运中 我们知道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一个 人家鬼 那么这部运 我们来看 是什么呢 是 鬼加仪 我们来看 那么第三部运 它的第三部运 鬼加 那么算一下 等于 七 然后这个 等于 十 六加八 十四 好 然后呢 凯一公 接下来走凯一公 那么凯一公 就是从二十三岁开始 那么到哪一到哪一岁呢 我们来看 是乙加饼的格局 那么这个是多少呢 那么乙我们讲 是什么呢 是八 饼呢 是七 八加七是十五 再加十五 十五 到多少呢 三十八 然后呢 离 九 公 然后接着是什么呢 跟 八公 然后是对 七公 离九公 我们来看离九公的格局是什么 离九公的格局 离九公的格局是丙加丁 丙加丁 是多少呢 那么丙是 丙是七 那么丁是什么呢 丁是 丁是 二 那么就是九 那么就是从三十九 最开始 然后 再加九 是四十几呢 四十八 好了 那么剩下的 大家自己去 去干嘛呢 去排 去排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 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样一个大运工 你可以找出 那么这个人 每一部大运里边 它的一些特点 然后干嘛呢 以及这部运 它究竟能管多长时间 也就是说 每一公 管的年限 是不一样的 那么年限的 多寡 有谁来决定呢 由 它的天盘干 和地盘干 两个合起来决定的 明白吗 好了 那么我们 拍完这个之后 那么剩下的 就干嘛的呢 还得去拍流年 怎么去拍流年呢 我们来看 它这边讲到 命工 所属的寻甲 起暗干之 阳算阴厉 随顿部 好 我们来起 首先注意 那么在这儿 在起的时候 要去首先找什么呢 找命工 找命工 好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人的命工 是什么呢 物武 那么物武 属于 属于 哪一巡呢 那么 五 是什么呢 七 减 五 二 二是什么呢 二是 甲银巡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来看 甲银 一毛 物缠 几四 耕五 不对 甲银 甲银 一毛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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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就是甲银巡 那么甲银 我们来看 甲银鬼在哪里 在这里 那么从这儿起甲银 是不是 甲银 然后呢 我们知道 这是音顿 所以要逆着走 甲银 一毛 然后呢 丙 丙 丙 丝 物 好 我们知道 那么这个人 他一岁的时候 是该在哪里呢 是在八宫 他的流年是在八宫 我们来 接着来 把这个往下拖一拖啊 一岁的时候 是在什么呢 八宫 那么 两岁的时候 就到了什么呢 二岁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到了什么呢 到了七宫 六宫 五宫 四宫 三宫 二宫 一宫 九宫 然后呢 八宫 七宫 六宫 五宫 四宫 三宫 二宫 一宫 九宫 我们这是干嘛呢 排到他十八岁的时候 那么 往下 依然 可以干嘛呢 不停的排下去 那么各位 有没有发现 实际上 我们讲 一个人啊 三十年 说一个人 三十年何东 三十年何西 实际上是干嘛呢 十年何东 基本上是干嘛呢 啊 干嘛呢 每十年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啊 每十年 那么就是你一个生命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轮回 十年之前的今天跟十年之后的今天 很多的场景或者是很多的状况是类似的 为什么呢 我们讲 这就是流年在什么呢 在九宫里边飞步的一个原因 明白吧 我们讲 你看这个人一岁的时候跟他十岁的时候 走的什么呢 走的 宫味是一样的 走的宫味是一样的 走的宫味是一样的 那么都是什么呢 都是在这里 我们来看 那么 那么一岁的时候 一生下来 这个小孩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流年的一个状况 流年的一个状况 哎 怎么样 我们来看 出于一个没的状态 没代表什么呢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那种 明白吧 哎 我们我们来看 那么 那么在这里边 那么在这里边 那么他是主什么呢 主田宅 那么田宅 父母 也说与印相关的事情 那么在 干嘛呢 那么 在他出生这一年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哎 与 田宅 因家里的房屋 或者干嘛呢 或者父母 相关的 类似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格局是什么呢 丁 家务 丁家务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 靠立的格局 靠立的格局 那么证明干嘛呢 非常 不是特别的顺利 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个干嘛 杜门 哎 什么事情都什么呢 都不通 都不通 而且 那么刚生下来的时候 是干嘛呢 啊 一定不是默默无闻的 那么一定是干嘛呢 刚生下来的时候 撒门特别大 九天吧 是不是 那么还有一个 是干嘛呢 那么 那么这个孩子 那么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看天鹰星 在哪里呢 哎 在这个宫尾 那么在这个宫尾 那么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呢 火生土的状态 那么 它这是一个什么呢 进行 一个进神 一个进神 那么干嘛呢 得天使 得天使 明白吗 哎 这是干嘛呢 我们讲这是一生下来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 两岁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哎 七宫的状态 哎 到了他自本身的命宫里边去了 本身的命宫里边去的 那么这个命宫 我们来看 哎 落地空 落地空了 注意 几空了 落地空了 虽然进入到了 旺向的宫尾去 但是 干嘛呢 落地空了 那么落地空了之后 那么代表着什么呢 哎 代表着 他的出生地 干嘛呢 出 肯定是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问题 干嘛呢 那么有可能干嘛呢 哎 被人暴走 你就说 从而言之是离开 他的出生地了 有什么呢 地空了 你可以这样断 那么这边我们讲 哎 天任星 和伤门 那么在这一年 一定要有 那么会有伤害 会有伤害 但是伤害重不重呢 不重 为什么呢 因为有乙旗 干嘛呢 有贵人暗中帮助 有暗中帮助 那么得旗了 那么 而且这个星 得天使 这个星不错 加上宫尔望向 那么也就是说 除了 他两 他两岁的时候 那么除了 干嘛呢 这个离开了出生的家 之外 那么其他的 都 还算是顺利 那么 在这一年 受过一定的伤 但是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有乙旗 明白没 我们讲 很多人问 怎么去断局 哎 就是这样断 就是这样断 好了 我们干嘛呢 把什么呢 把整个的什么呢 把流年和什么呢 和大运 在哪一宫 每一年都哪一宫 那么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就是这样来做 那么上下的 进入到了一个什么呢 进入到了一个推命 推命的环节了 我们讲 刚才讲的什么呢 讲的是排命 那么怎么推命呢 哎 有以下的口诀 命工决定兴余费 日在推降假共争 二干和命之葬皮 六甲流年 审富贵 命破身强合足于 命强身破 一堪乱 运衰 命望 田中苦 运望 深衰 愿里恩 运行稳泰 千斑稳 运到奔驰 万事奔 莫献初衷 分切切 成岩掌伤 列乾坤 这个 是干嘛呢 就是我们 在断命的时候的依据 首先 那么这里边要分清楚 什么呢 每个公路 每个公路 比如讲 先看他的命工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再来看什么呢 看他的 身工是一个什么的 这样的状况 然后呢 再来看他的 什么呢 大运工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最后看他什么呢 他的晚年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 除了 我们讲 这是干嘛呢 单工看 那么每一工 可以独立的 下出断语 同时 工与工 之间 结合起来 又可以下什么呢 又可以下 更加详细的断语 那么 这一块 我们讲 那么这节课呢 呃 我们先讲到 这里 先讲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 重点 跟大家讲什么呢 如何 根据什么呢 如何根据这样一个 推命的口诀 来 命之中 来这样一个命局之中 详细的去什么呢 去推他的命 去断他的命 那么如何断呢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简单 刚才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干嘛呢 已经 呃 断过 什么 他的第一步大运 是不是啊 断过他的第一步大运 那么他的第一步大运 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呢 怎么讲 呃 是管到七岁 那么七岁之前的一个 东西的状况 我们已经断过 然后呢 还把他每个流年的一些状况 断过 这是干嘛呢 我们这是 也就是说 已经进入到细节性的判断 那么 接下来我们讲 呃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不需要那么细 那么只需要断一断 这个人 那么这一辈子 总体的一个状况 那么看什么呢 我们讲 看他的命功 看他的什么 身功 看他的什么呢 运功 还看他的什么呢 晚年 晚景功 我们来 简单的来看一看这个 那么这个人的命功 如何 这个人的命好不好呢 哎 首先我们来看 处于妄想的功位 我们讲 功位的妄想 和实令 是干嘛的呢 是第一位的 是第一位的 那么判断一个命 判断一个命好不好 运好不好 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是什么呢 啊 我们讲是什么呢 是 是否妄想 那么 至少证明这个人 一看妄好 60%的概率 这个人命非常好 别的 是干嘛呢 狭隙看的 譬如物加己 干嘛呢 空了 好不好 不好 这是缺陷 那么这个空 是 是说干嘛的呢 是真空 还是假 是我们讲 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讲 那么 物和己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进入格 往前进 进 空了 进不动了 还有我们来看 命宫里边 什么呢 有天人形 干嘛呢 哎 注意 这天盘直伏 力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讲这是天蚁 天蚁 明白吗 天蚁 而且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什么呢 初始的状况 那么总体上 我们讲这是什么呢 这是天盘实感 天盘实感 然后呢 和天蚁的关系 身体 和实际比和的关系 那么也就证明什么呢 这个命宫 是得到什么呢 得到天时相助的 所以他更旺 哎 我们来看 同时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呢 兄弟宫 那么我们可以判断 基本上可以下一个定语 这个人一辈子啊 干嘛呢 不会太有钱 为什么呢 因为兄弟执命 因为兄弟执命 兄弟执命的概念是什么呢 哎 就是什么呢 兄弟 我们知道 他是干嘛的呢 他是劫财的 一有钱 就会被兄弟给什么呢 给分去 一有钱就会被兄弟分去 所以我们判断这个人 一辈子不会有 太有钱 但是也一辈子也不会缺 缺吃少穿 为什么呢 命处于忘功之中 明白吗 而且我们看 有乙骑 有乙骑在这里 唯独坏的地方 就在于什么呢 腾蛇和脊 明白吗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下一个段语 那么这个人 当他走什么呢 走甲虚大运的时候 或者进入到什么呢 流年进入到甲虚寻的时候 是这个人干嘛呢 这辈子最好的时候 同时我们看 因为兄弟持功 而且旺 那么这个人 他的兄弟姊妹 一定特别特别多 特别特别多 明白吗 而且我们讲兄弟 同步的程度 代表他自己 证明这个人干嘛呢 身体一定非常非常好 这是干嘛呢 我们从命功 得出了一个状况 其他的我们讲 身功 还有呢 运功 你可以看出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了 那么我们下一节 再详细的来干嘛呢 跟大家讲 如何去详细的推命 好 那么这一节课程 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